今天兩位去什麼地方探險呢 一個廢棄的脫掉保管廠 然後它之所以廢棄好像是因為 後來有太多的靈異的事件傳出 好的 來 請看 我的車咧 我車怎麼不見了 我車竟然被脫掉了 趕快去領車 這什麼鬼地方 那一台車都沒有 這太怪了吧 這裡 是這一台嗎 這是我的車嗎 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 一针二傻就将进入灵异传闻 众多的恐怖境地 这个据说因为曾停放死亡凶车 而灵异事件频传的停车场 废弃后怨气是否就此消散 双傻赶紧迈开脚步 轻身验证停车场有鬼的传闻吧 现在我们在这个停车场 这停车场是超大的 然后真的完全没有车子 只有我们的车子一排而已 对啊 好诡异喔 你看 那一栋窗帘这样飘的方法 好像是女鬼的头发 就是在飘一下 或者是有点像手在这样 揪你来 再揪我们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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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不要过去那边 我们先往这边走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 很小很小的一个门 不晓得这个门里面是做什么用度 我们现在要进去这一间 看看 它是一个厕所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没有闻到一个很浓很浓的烧焦味 鼻塞 我闻到好重有烧焦味 我看到头发 好 你看墙角 这是手法吗 黑的 你看头发被人家烧过 烧焦的那个痕迹 然后纠结在一起 一头黑黑的在那边 进去确认一下 这样好吗 进来 好久 这个厕所 好重的烧焦味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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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救命 你不要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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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他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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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哥太坏了 他不是我 我活动好 我也好 我也是 我活动好我也好 因为这一间厕所 刚刚那个门一关上的时候 瞬间一片漆黑 我等一下要大喊摄影师的名字 对 我们要去确诊一下 我们刚看到那一坨黑黑 到底是不是人家 就是头发然后烧焦 你看 你看那个长角 真的是蜘蛛网 可是我一进来 感觉很不舒服 所以这里面 一直弥漫一股 很浓的那种烧焦味 我觉得你真的头好晕 不晓得两人是被摄影师一下 全部乱了套 还是真的受到厕所里的影响 莫名的头晕 就在珍珍找寻臭味的来源时 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你看那一片玻璃 现在从外面透过来的路灯 然后打在上面这样子 感觉像美国恐怖故事里面出现那种 很阴森的那种 那应该是藤蔓吧 而且你看它这两片这样子下来 这个落地窗这样掉下来 很像那种魔鬼的翅膀 黑黑的那种 怎么了 好像有东西跑进来 对吗 好像被蜘蛛网黏到的感觉 刚刚的蜘蛛网吗 不知道耶 超不舒服 真的是 太鲜了 你怎么会在我的眼睛上面 好可怕 你开眼睛这样子 对啊 糟糕了 你开天眼的 那我不要 好可怕 为什么蜘蛛网会在我眼睫毛上 珍珍不小心把蜘蛛网卡在眼睫毛上 这样真能开天眼吗 马上请老师见顶看看 又怎么样 老师她左眼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异常了 这样会不会老师这样 如果被这边的东西黏到 会不会就会看得到他们 还好 还好 还好吗 如果这些 陰气煞气 附着在你身上 你身上 或是跑到你身体里面 你身体哪一个器官比较虚弱 那个地方会先发病 有可能意外就是这样发生 对 喜光之灾 就会这样 谢谢老师 走这里 懂一声对不对 对啊 好像是楼上传来的 懂一声 真的 是楼上传来的 不可能啊 楼上没人啊 走我们上去看一下 我们来到了二楼 来到二楼 我们 马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这有没有像是 我们之前去那个废弃的那个 费影院 然后它有一个 差不多半个人高的一个平台 这平台到底什么用途啊 然后是 铁做的 铁搭建的 等一下 刚刚传出懂的那一声 感觉像是有人踩在这个铁板上面的声音 你踩上去看看 是不是发出同样的声音 就是 就是 有声音 楼上 不是 是楼上 左边这间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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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刚刚我们在楼下的时候 就是听到 有人在这个铁板走动的声音 有 可是明明就没有人了 有点大吗 有 怎么办 有 有 有 很明显是铁 铁的声音 走 不好意思打扰了 到底谁在那边啊 谁啊 不可能啊 没人啊 我们走在最前面呢 我们的所有摄影师都在这边啊 太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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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会不会有人从里面冲出来 我会吓死 我们要有那个实验家的精神 探险家的精神 探险家 我们去确认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它很特别 它的门也只有到我的脖子那边而已 你看它这个门这么矮耶 小心头 哇 我帮你压个头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耶 我天哪 太大了吧 这什么 这什么地方啊 这是宿舍吗 那… 应该是放货的 而可是也不可道理 因为放货你的门 做这么小的话 货很难进出 而且为啥我一定要调高 躺好 躺好ekmit 你闭 describe 你的声音是从这房间里面传出来 什么有时候传出来 所以我们 экран 拖像是在那边 我们人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而且刚刚进来 而且刚刚也走动 诡异的小房门后方 偌大的空间 不晓得到底是做什么用途 不时还传出诡异的脚步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师 这间里面很多灵 老师有感受到 对 老师 你有没有感受到 这里面的灵是非常凶的 对 因为他们发出声音的频率很高 而且我们有三个人就站在里面 他们还可以这样子 明显的发出声音让我们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 外国的灵 外国的灵 对 应该是这个当初 这边有一些外老 或者小葵 这样讲就会有那些灵带进来 有可能 而且老师 所以有可能是东南亚的 你看 又在动了 又有声音 又有声音 而且喔 那个 那个应该是说 好像是什么小石头 断掉掉下来的那个声音 啪 我看我们 从往我们这边丢石头 对 好像在攻击的那种 对 从这里往外丢 里面真的 可是里面是空的 对 谢谢老师 我们跟老师一起离开这里 快 既然当地凶狠的恶灵 这么不欢迎我们 还是赶快走人吧 紧接着爬上三楼 还会有什么凶猛的恶灵 在等着呢 光子打扰了 它是一个蛮大的空间 这个空间 应该是一个办公室 然后它写着真的是 这是梵文吗 我觉得老师刚刚讲得没错 太文耶 这是东南亚的文字吧 这真的是随处都有那个文字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 宫贺星星 它这应该是一个相框吧 木头的这个表框 它这以前应该是放那个 神像的照片 所以这以前应该是一个 拜拜的地方吗 是吗 因为它的空间不大 它里面有几个台阶 对 走 不好意思 打扰了 对 然后往里面走呢 看到这个 好多 我刚远远的看以为是 满满的这个 头像 大头像 但是仔细一看就发现 它是很多神像 它是很多佛牌 是佛牌吗 是佛牌 所以这里应该是 当时他们在拜拜的地方 这上面 你看这上面 这上面是香吗 对 对 然后我们现在要确认一下 最高的这个船架上面 他们是不是有放手了 这些 可是要小心 不能掉下去 因为后 你后面就是一楼了 左脚上来 左脚上来 OK 放前面 我的 我哭了 你有看到什么吗 再往前一点 你 神坛上面是什么东西 吓得Eason娃娃大叫 稍后告诉你 你等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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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麻繩 繩子 請一下 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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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麻繩 這麻繩 超冷 現在也是斷掉了麻繩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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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在這個 最上面的那一層 看到差不多兩截 這個寬度的麻繩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東西 在這個 算是三三八 這個老師他們之前有在這邊 你看嘛 這上面都是佛牌的圖案 對 然後佛牌就代表佛 它有開光之後就代表佛 那為什麼會那麼多佛呢 那為什麼這裡很多很不乾淨 就是可能這邊有一些 往生的亡魂 都沒有離開 你看到那些麻繩 就是要牽引亡魂 什麼 超噁心的 那個麻繩如果用來 高度亡魂 就是牽引亡魂 那如果是加持過的 這個高身加持過的 那你綁在身上 或是叫做金線 那是金文的金 你加持過的 它是有法力的嗎 它可以有法力的 那你就待在身上 所以保護 保護陽間的人 對 像是一個附身符的概念 對 小房間裡 供奉著來自東南亞的神奇 剛剛不斷發出的聲響 難道真和這神堪有直接的關係 在能量如此強大的地點 當然要來執行個任務 看看被禁錮的靈體 是否會靠近 我們在這邊 要玩沙瓦迪卡拳 輸的那個人 要在這邊執行第一關的任務 對 你們兩個手一定要掌握自己嗎 當然 難兄難弟 好 你示範一次 有三個方向 就是沙瓦迪 沙瓦迪 沙瓦迪卡 如果你跟對方指到一樣的方向 就要趕快回來卡 然後如果你失誤的話 就輸 好 沙瓦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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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瓦迪沙瓦迪 沙瓦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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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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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少卡了 你太少卡了 我太少卡對不對 對 你太少卡了 那我先抽卡 先抽你 好 現在四張卡 選No.1 好 我的No.1是 現海卡 可憲害她的 怎麼了 太直白了吧 為什麼真正任務這麼直白 其實她不需要裡面的觸解 只去拿出陷害卡 我就明白了 恭喜你獲得這次 執行任務的機會 既然今天 與東南亞宗教這麼有緣 我們就用泰國信仰裡常用的金線 將針針圍繞住 並在裡頭進行感應 看看是否會出現傳說中 外籍移工的好兄弟 出來一起玩 老師 你現在幫她射出的這個安全範圍 是有什麼特殊的用意嗎 因為這個金線是有加持過的 那我框出一個安全範圍 這表示它在這個線的裡面 是安全的 不過呢 他也有可能在這個 這邊做感應的時候 對 會看到好兄弟 或是聽到什麼聲音 不過是安全的範圍之內 但是好 老師你用這個金線 把它這樣子框起來 會不會好兄弟 原本在這個空間裡面 他也過不來 他也出不去 就一直跟真正在同一個空間裡 對 沒有錯 好 太好了 老師 框我 不好吧 不會啦 好 老師 那我們就到隔壁的房間 等一下啦 讓他好好地打你 糟糕 對不起 打擾了 我現在一個人在 這個 那個 神看那邊 然後我現在被這個繩子框住 我也不知道 可以怎麼辦 我正正就在這裡 待會兒等他執行成舞蹈一班的時候 我就要在這邊嚇他 什麼聲音 為什麼會有滋滋的聲音 滋滋 那種滋滋的聲音 滋滋滋的那種聲音 滋滋的那種聲音 沒有兜兜兜兜敲木魚的聲音 等一下 為什麼這裡會有繩子 為什麼我敲木魚的聲音 是誰碰到我的腳 誰碰到我的腳 而且為什麼 而且我現在才看到 這裡有麻繩耶 這裡有麻繩耶 我這就是 就是那個 我很抗拒這一關 就是因為 真真啊 就是這個名字是我隨便取來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名字就是 可愛可愛手中的 然後我是真正來自馬來西亞 沙巴嘛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人 傳了一張照片給我說 真的有真真這個人 然後他也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呢 他是馬來西亞 冰城鬼王的女僕 然後在他往生的時候 有人拿 他 我不會做成佛牌 所以我對於佛牌 這樣 東西我會很害怕 所以我剛剛 我衝不出來了 糟糕 繩子掉了 繩子掉了 不要開衝吧 可是我出來姐姐外面 我要來進去姐姐裡面 如果我不要進來姐姐裡面 我想要出去外面 你空好暈喔 你感覺身體是傾斜的 你怎麼用血 是血跡嗎 是血跡嗎 咖啡紅紅的 好 這邊是 你很慘叫 而且真的是往死裡叫 夏老師你剛剛看到那個空間 這是你有看到什麼 現場的畫面以後應該是 郭老師跟這個Eason 他剛好要出去的時候 留下真真獨自在那個圈子的時候 對 其實那個盡頭一頭 去那一人 這在我旁邊嗎 沒有... 在真正的旁邊 在旁邊 對... 在旁邊 不過剛才真正做了一個 比較危險的東西就是 已經把它設在一個 一個這個結界裡面 是 但是剛才衝出去之後 我想在後面的反應 應該還會更多的反應 更強一點 你怎麼會有血... 是血跡嗎 是血跡嗎 咖啡紅紅了 好吃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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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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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多敲牆壁的聲音 他敲幾下 三下吧 我不知道 然後敲完之後我就大叫 大叫就衝出來 衝出來我身子就掉 然後當我身子掉了之後 我就發現 我好像感覺身體不太平衡 就我會覺得我走半邊 比較沉 然後後來 後來我覺得很不舒服 而且我剛剛有一度想吐 我不知道是我叫太大聲 一次用盡我力量 所以我缺氧會想吐 還是怎麼樣 後來我 後來我 然後最後 對啊 你最後發明什麼事 有血的味道 血的味道 在你的嘴巴裡面 聞出血的味道嗎 我問我有血的味道 是我叫得太猛烈嗎 還是有 你是叫過喉嚨的嗎 而且我剛才最後面 我大叫的語音 所以我聽到有人 用氣音講話說 慘慘 哪有可能 真的 真的嗎 真的 所以我才嚇到就撐不開了 我跟你講喔 如果只有你一個人聽到 那就表示你有幻聽幻覺 那幻聽幻覺 就有可能有外靈或聲音 爬到你身體裡面 那你就會聽得到那個聲音 但我必須告訴你 第一次你知道的聲音是 第一次你敲的 你敲了 你敲了 嚇死我了 那三下是我敲了 那是沒錯 但是 剛剛那三 就是你聽到那個氣音叫真誠 我真的沒有叫 我確定不是你們叫的 因為 你們是在那邊耶 在隔壁啊 可是我聽到的聲音 是從這邊傳出來的 不過你也不用那麼擔心 對 通常呢 那個邪靈惡靈可能只能短暫的 在你身體 他沒有辦法一直停留在你身體裡面 他故意讓我聽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有的原神戰 有的三魂七魄戰 對 會跟他對抗 你提醒我要死 沒有我真的 他快掉我把他黏好 我剛剛忘記了 我跟你講 我們的原神會跟他對抗 會把他趕出去 所以他不會馬上就侵入你的身體 我平安啊 Eason 你就別說笑了 你有過濾到觀眾們 飽受驚恐的觀感嗎 還是趕快前往下一棟建築物 不然子時都要過了 你們還得繼續留下來 陪阿飄們喔 我們現在正面 面對的才是 真正的 我們要去探險的地方 沒錯 接著要進入的這棟大樓 就是傳說在監視攝影機裡 每晚都會出現 詭異亮點的廢棄辦公室 一針二傻能這麼巧也碰上嗎 所以這個應該是當時的 他們可以領車的地方 然後一進來 就會先看到 沙發 綠色的沙發 等一下 這個門怎麼那麼奇怪 這個門超詭異的 我要中文啊 我覺得這裡很像是 很像辦公祭的那種地方 對… 很像一塊蛋 不好意思打擾了 你先從最… 邊邊的開始 最邊邊的這邊看 先那個… 有人嗎 不好意思打擾了 對… 對… 這好像… 這台單車我看 喔… 喔… 又吵耶 這一個房間 不曉得是不是辦公室 然後這邊旁邊有很多的櫃子 對… 然後我們往這個房間裡面 繼續走 這櫃子有東西嗎 蛤… 窗戶… 什麼… 誰 東東 對… 有人在敲窗戶的聲音 東東 誰 可是你… 我們現在從這個… 從這個角度看窗戶 背面是被封死的啊 是紅磚牆啊 不可能… 不可能有人在那邊敲啊 而且也不可能有… 樹葉還是什麼打到啊 然後這個房間… 房間裡面竟然還有一個小房間 是一個房中房的概念 對啊 不好意思打擾了 蛤…哪有一個門 欸… 好像迷宮喔這裡 它是那個俄羅斯娃娃的概念 打開還有一個俄羅斯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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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一個… 尷尬的保險櫃耶 這是保險櫃 保險櫃 因為它是一整面牆面 全部都是這個金屬很厚的那種鐵門 而且我們就是… 人家是從這個監視器裡面看到 就是在這個房間裡面有… 奇怪的影像出現 觸動了警鈴 但是… 然後他們進來看發現 都沒有人 所以這是… 很奇怪的 這個是非自然的現象 只有你… 血肉而已 對 好 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保險櫃可不可以打開 不好意思打擾了 我還在這邊 你擠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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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不起… 你擠到我了… 我要在那邊了… 等一下… 我要在那邊了… 你擠到我了… 大哥,你幹嘛… 這裡沒有別的床… 我口水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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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剛剛就這個聲音… 對… 它上面那個… 警鈴的那個線耶… 對啊… 它上面有連著電線 所以如果有人… 有人開這扇門的話… 當時應該就是觸動… 今天就這個關鍵… 你看… 原來這就是金庫的門耶… 對… 你看它這個… 好複雜… 錯綜複雜… 一層一層的這個… 門鎖… 這金庫差不多… 應該有… 一…二… 兩到三坪這麼大… 而且金庫裡面還有金庫耶… 對…然後金庫呢… 全部是一個… 完全的密閉空間… 沒有任何的窗戶… 你有沒有聞到… 好像燒東西的味道… 有一點點… 所以我們在這邊… 進行… 第二關的任務 為了還原… 當時拍到… 可疑畫面的現場… 我們這就拿著… 箱和探測器… 進入金庫… 看看是否能拍到… 什麼恐怖的畫面… 現在我們的這個… 靈衣偵… 又重現江湖了… 我們現在就帶著箱… 跟這個探測器… 再次回到金庫裡面… 在金庫裡面耶… 真的假的… 在金庫裡面… 在金庫裡面… 後面要… 有… 他在金庫裡面嗎… 剛剛在這個探測器裡面 出現一個白影… 他一直在旁耶… 趕快進去… 不開心… 快起來了… 好… 好… 接下來… 直接一下我們兩個… 在這個金庫裡面… 對… 那你拿著箱… 然後… 這個房間的四周… 比較一圈到一圈… 我讓… 整個房間… 充滿香味… 好… 對… 好… 有三個耶… 不要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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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前進啊… 而且… 你怎麼聲音啊… 你有聽到聲音嗎 你現在在金庫裡面… 我有聽到聲音嗎 聽到聲音嗎 聽到聲音嗎 我有聽到聲音嗎 懂嗎… 懂… 懂… 而且我聽到有兩個男生… 在講到聲音 不是回應,是其他聲音的聲音 你有聽到嗎 有人在撞牆聲音嗎 懂嗎 根據好像流打穿牆進來的感覺 懂… 懂… 多了兩個 甚麼… 多了… 金庵哥… 金庵哥… 一、二、三 變了五哥 好像要開撞牆聲 我覺得比較怪的是 就是你們一進去 他那個辦公室那個門 而且也像那種 所謂的那個 人家擺放的靈骨塔的那種 鷹雜用的門的 對… 他怎麼會一個辦公室 做成那樣也滿奇怪的 我知道 而且你們一進去以後 點香那個香的味道 又把他們… 又引過來 這個… 點這個香有點在引誘他 對 他自然而然的 當然就是群居過來 是 而且當時他們的側大 有五個來 這個五個來 其實如果不是 我想 如果不是郭老師進去救他的話 應該還會更多才會 回進來 以後下次出外景的時候 我就會打電話給郭老師 跨出 不行… 不行啦 這樣我們整批人 都會出去迎接你 接下來他們會怎樣請看 進來了 進來了… 下台在哪裡 一二三 變成五個 好像要開嗆心魔術 老師… 他在剛剛牆壁垂長聲音 垂牆壁那邊 快了… 不要快了… 快… 快… 沒有幹什麼 是… 這個是… 是… 等一下 老師一進來 全部都出去了 就對了 全部都出去了 剩兩個耶 全部不見了 對啊 真的耶 我在外面就說 這個空間呢 剛進來就大概有不到 但是呢 慢慢的會群居過來 因為有個像一點 這雙原池公里之類 那個好凶居就會靠過來 老師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在金庫裡面 然後他的這個牆壁的水泥 應該都差不多這麼厚 但是我們卻剛剛聽到 很像是有人撞牆的聲音 像這樣子 比這個還要再低沉一點的聲音 不像是人 這不可能是 你有沒有聽到小朋友在哭的聲音 沒有 兩聲 沒有 只要你聽到 沒有聽到 對 這樣會有聽到嗎 不知道 可能有小朋友在這邊 小朋友很哭聲 老師而且 剛剛我們 在這個用這個偵測器 在看的時候 那個黑點 就是它的有感應的東西 越來越靠近我們的這個圓形的時候 當它一踩線的時候 我們同時聽到這個 以前可以穿著動的東西 是這些東西會穿牆而過嗎 會 因為它這其實算是很準的 因為它一進到圓形 就好像是 他想要進來 就被困在外面進來 而且會一進來 那些都沒有 郭老師能量太強了 把好兄弟們都趕跑了 我們還是把金庫進空 再拍看看 看兄弟會不會再次現身 我更急促了 現在手機應該是已經偵測到 有東西進去那個範圍了 那個圓形差不多半近 兩公尺左右的那個圓形的範圍 你 我來個亮點 剛剛突然在 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 你看到嗎 我看到嗎 我看到 就在偵測器發出訊號的同時 畫面上也拍到了一段未知的光影 這該不會就是傳說中 在監視器出現的那個奇怪影像 裡面是一片漆黑耶 然後它左右兩側其實都有房間 上面的花紋 然後地板上面 它這種很老舊的這種瓷磚圖圖 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這裡真的氣氛很像是殯儀館的氣氛 你看 涼風吹過來 對 然後很死急這樣子 陰風栩栩 感覺有個風 對 像是裡面的水平 那個涼風是從那裡怎麼說出來 好像是有人從那裡經過 跟那裡走路的風 對 而且有聽到腳互聲 Coco 腳互門的聲音 對 我們現在… 又是鏡子… 又是鏡子 又是鏡子還回來了 鍋跳 對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像洗手台吧 等一下 洗手台… 這次又是什麼東西 把兩人嚇得不要不要的 我們馬上回來 等一下 洗手台… 等一下… 有夾髮… 有腳 等一下 那是一個人頭嗎 怎麼會有腳啊 你看地上 是燒布的蠟燭耶 這邊也有耶 對 這什麼啊 這是…等一下… 這是人頭嗎 那個夾髮下面 不曉得藏什麼東西 我知道是什麼 什麼 你還記不記得我剛剛在金庫聽到 小孩子… 小孩子… 我不是這個人 他會不會跑過來看我們 等一下 我覺得我站著這個木板在晃 你這個… 他真的在晃… 你這個木板後面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 一張椅子 是感覺有人坐在那裡 有…有在晃 有在晃,對嗎 我們都沒有… 你有聽到CBT的聲音嗎 有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洗手槽 它是… 一點像是假髮的東西 可是我們不曉得假髮下面的感覺 是什麼 我們去把那個假髮打開來 看一下下面是什麼東西 1、2、3 不好意思 中了嗎 怎麼了 是一個最怕流血的音樂 是很噁心的 很噁心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給你打你… 我給你打你… 可是你的真摯 很廢話 對不起,你有做事嗎 製作人叫… 跟你們講一下 怎麼 這邊… 這邊有人在… 在做法 所以你看他的嘴巴有血 然後又有蠟燭 我是懷疑 這邊可能有人在做法 所以剛剛製作人說 你去看一下 不怕你們有危險 而且老師 我剛剛在金箍那邊 有聽到那個… 嬰兒的聲音 會是這個… 看到這個… 娃娃吹出來的嗎 跑去那邊 因為你們是在同一層 做法留下來的惡靈娃娃 正好就當我們下一關的任務吧 執行任務者 要把娃娃分散的四肢組裝好 再跟娃娃一起來張自拍 照片裡會不會出現 不可思議的畫面呢 5、6、7 Sawwati K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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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了 又是在右邊 你不要問我 我要抽卡 我要抽卡 你不能抽 我要抽卡 我剛剛沒有抽 你剛剛沒有抽 好 你要抽的是哪一張 今天就… 自中好了 好 不會吧 我跟妳講 今天的卡都寫得很直吧 就是現在的卡 就是現在的卡 好友卡 一定就是好友卡 請來老師 友好呼喊加油 這有什麼用啊 怎麼叫老師友好呼喊 老師 真正抽到了這張好友卡 至少老師會幫我加持 加油 就這樣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對啊 有什麼用啊 老師的加油當然有用啊 真正你就別再抱怨了 快執行任務吧 任務三完整了它 在鏡子前找出洗頭台上 燒過娃娃 燒過 燒過娃娃的頭 四肢身體的部分完整把它煮 並放在蠟燭前拍照 所以待會兒先生 又要再次 徒手 去把那些 人家做播法的 滑滑 組合起來 等一下啦 我覺得好奇怪喔 我超級明顯感覺 就是後面有人耶 很明顯就是一個人的DDO感 Eason 怎麼了 好 沒事 他只是確認我有沒有站在外面 他會彈出來 我已經煮進去了 他還是會彈出來 我摸到那個紅紅的液體了 我現在要把他的 右手拿起來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現在要把 我剛剛手被電到了 我剛剛手被電到了 我拉遠一點拍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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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了三張照片 然後這時候 那娃娃的手又掉了 要把它扶好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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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完任務了 做完任務 我把它煮起來了 我把它煮起來了 它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這個地方 我一直很努力 可能是因為它燒過的關係 已經變形了 所以煮不起來了嗎 我沒有辦法卡進去裡面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有銀子 等一下要請老師幫我燒掉 之後把銀鵝靈送走 可是老師我好奇問一個問題 當時 它是一個就是肢裡破碎的娃娃 它四肢是被拆散的 那如果我今天把它煮起來的話 會不會它就又回到一個完整的領域 對 那它會跟著我嗎 感謝你會跟著你回去 有可能 而且老師你不是說它已經變成 然後再 什麼東西跳到我腳上 什麼東西跳到你腳上 沒有 對啊 上次那個 那個 有個老師說過 忘記是哪一位老師 是謝老師還是小腿老師說 因為小腿有嬰兒不高 所以他就只能這樣子抱住你大腿 對 可是我 我剛剛感覺是小腿 感覺像是 對 抱小腿 對 就抱小腿 有一個人要抓你的小腿 抓你 那老師可以幫我們做法 請這個娃娃林先離開嗎 你看你一講到說 要請她離開 風了 好大 你剛剛有聽到 你有聽到娃娃的聲音嗎 有 有沒有 有 你有嗎 有 我剛剛聽到 我們三個都聽到了 對 很小聲 沒想到珍珍真的引來了 當地的小孩林 甚至跳在Eason的腳上 不僅聽覺和他們搭上線了 就連觸覺也有所接觸 為了避免就這樣把他們帶回家 我們請老師解開這恐怖的法術 讓露影得以順利進行下去 最後就來個經典PK賽 來畫下完美句點吧 今天的最後PK賽呢 一樣是經典的鬼迷藏 是的 猜拳決定誰當人誰當鬼 剪刀石頭布 好 你選 我當人 那我去做 緊張刺激的鬼迷藏正式開始 今晚的輸家 可是要留在這兒 把保險金庫給解開才能回家 預備 計時開始 4 1 2 3 4 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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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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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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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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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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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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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拍到那個亮點 學校長 它那個是一個 不正常的反應 對 它是來找他們兩個嗎 可以這麼說嗎 沒有他 你們都在靜下見了 可以這麼說 因為它是一個靈光 那當然其實基本上 那就是靈光 它就是一個靈光 但是你仔細看一下 那個靈光很小 就是一個小朋友的靈光 對 從頭到尾都是小朋友 對 然後你會發現 它從不同角度去拍 拍到同樣的東西 可是呈現得不一樣 一個是拍到一個光點反應 但另外一個看起來像影子 所以其實他們拍到同個東西 但是因為不同的攝影機 不同的角度 拍到同個地方 可是因為角度不同 所以我剛才提到一個 可能他看到的是光的形象 因為折射角度不同 但是其中有兩次 那個小朋友是在 剛才是在畫面裡頭 包括在最後 郭老師進去的時候 可能你覺得腳 被摸的那個感覺 在腳被摸之前 那麼是在珍珍的右手後方 哇塞 拍到完在那個的時候 小朋友已經很明顯很有興趣 但是他又不敢過來 小朋友 香蕉姐姐 帶你們帶重唱 開不開心 有看到嗎 盪修仙自己在晃耶 我看到熊朋友 我看到熊朋友 不行 他是真的一隻鳥對不對 不是 鳥的上面還有更可怕的東西